我跟你們說我前兩天做了一個夢啊 然後他就是腦袋裡面起床一直跟我說要我弄什麼面對疾風吧 那我昨天的影片就有些人說很吵嘛 因為他一直說面對疾風疾風 原來啊前兩天的夢今天成真了 面對疾風吧 但今天沒有這麼吵囉 沒有囉我跟你們說有玩家使用疾風問得月戰了三千四千萬 好囉準備歡迎今天的主角登場 本期陸服小神系列登場的是左邊的玩家時間足語 時間足語是一首歌的歌名我記得我還蠻喜歡聽的 但是重點是今天主角是疾風溫得哦 他兩場都是月戰月的很漂亮 雖然最後沒有能夠打贏帳號的主人 這個帳號的主人但是也是表現一級棒啦 畢竟我們特別喜歡看特種隊伍吧 沒有百分之百的勝出 但是他的當前戰力是九千多萬 月戰了一億多 就是打敗一億多的對手 前面雙方還是人血卡 好來囉溫得 你看溫得這個有沒有 先暈了三隻 YASAKA 像這樣的戰鬥他要搭配弟弟王 這兩隻可以搭配在一起 一大一唱 那你大就應該再上個沉默那不得了了 你既被沉默了又被暈眩啦 有沒有看到他不能動了 他不能動啊 動才不得 所以說呢你們有一些人可以參考左邊這個隊伍 你券不夠你看一下齁 沒有百分之百的 但我還是要這邊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前天也做了一個夢 我夢到背心大師的壽命只有一個月 你們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囉 反正我就做夢夢到了 我想應該是真的囉 所以這個背心大師狂人陸服有另外一個帳號 我是沒有抽啦 為什麼說他壽命很短呢 因為我覺得他的誕生實在是不協調 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他實際上又感覺怪怪的 收不上來 下個月看看 深海王 這幾隻CP值比較高的 我認為就是深海王CP值高啊 弟弟王也是高 兩個表現方式不一樣 你要講誰玩的比較久 誰練的比較久 兩個就是一個兄弟 當一個被削減的時候 另外一個同樣的人也是被削減啦 深海王呢 本身被暴走的時候 他的姿勢很大一隻 你買他那個姿勢也是很划算 很大隻 現在這個是沒有暴走 有沒有 他暴走他的手會張開來很帥氣 溫德還活著還沒有倒啊 這邊還是要給大家補充一下 你用疾風溫德呢 本身血量就是比較少 所以有的時候 你不幸可能很快就翻船了 那很正常 但是你翻船之前 你可以給對手受不了 欸這也很正常 而且他是一個省錢的隊伍啦 你可以跳過一些角色 你可以拿這個皮帶抽大九眼 欸不對啊 拿皮帶抽大九眼幹嘛 當然要抽眼睛瞪的那麼大 不看眼科 抽下去就去看了 開玩笑 你看看大九眼齁 他主練是大九眼 2600萬 深海王他的練得還不錯 但是大九眼我感覺更強 哇這背心也有了 你看溫德不見了有沒有 不見了 看起來打得很低 但是也沒有辦法啦 因為溫德的血少嘛 跟尋普一樣嘛 這玩很正常 看一下等一下 還會不會來齁 欸 不對啊 你沒有擺鳳凰藍齁 但是回不來了 那這樣子要怎麼打贏啊 這場戰鬥有沒有感覺很奇怪呢 是啊 還有大九眼跟深海王 是不是 所以像這樣的組合 你第一回合 你先給對手干擾了 還有地底王 返回戰場 上個灼燒 這傷害你可能覺得 美中不足 那很正常啊 因為齁 有的時候他的追擊 傷害不高 還是打了灼燒 就是看了這個紅點喔 傷害還好 你看這個紅點 越燒越多 這一下4280萬 這一次中獎了 豪傑也中獎了 豪傑這個鞋條會扣很快喔 你看看喔 豪傑幾乎是不大能用了 扣得太快了嘛 還有大九眼 這個組合你們參考一下 平民可以使用 我覺得平民用深海王喔 是ok啊 地底王的話要二絕啦 真的要二絕啦 不行不二絕啦 一絕的話 每周不足 哇大九眼翻船了 這一次的 背心大師 背心大師的小弟都還在 哇這個持續 你們看到啊 整排啊 扣了十幾條 哇 好幾個爆掉了 深海王也爆了 沒有打復活的隊伍 打穿鳳凰男啦 這邊個人是認為 鳳凰男也不是不強 是 你要搭配的隊伍齁 你如果像這樣子有沒有 就是所謂的有點 怪怪的有沒有 一個復活完了 回來就彈掉了 這次很討厭 你全身冒火嘛 你根本回來 都沒辦法出招就爆了 次數很快就完了 這點是很討厭 但是其他方面的話 以後也許鳳凰男 還有出場的空間 現在形成一個兩個打兩個 右邊的復活也用完了 深海王還活著啦 皮好厚 哇這一個 喔 這個 瞬間勝負分出來 這場是越戰2400萬 下一場比較狂 將近是越戰了3500萬 所以啊 你們看到這個戰鬥畫面 有沒有突然覺得 現在隊伍很多元化 右邊帶上溫德 左邊帶上了鳳凰男 然後我們今天的帳號組 又是帶上另外一套打法 有點開始不太一樣了 沒有完全六指掌一樣 開副目前 這一兩個月還要熬過去 下個月是大中元的天下 每個人都帶大中元 我個人是覺得也是很無聊 還是要多多像這樣子 多元組合 看右邊這個玩家 就是帥氣 我還以為他會帶上改造傑諾斯呢 沒有啊 帶上疾風溫德 當然啦 因為你用人血卡嘛 溫德的追擊 就是你踹不去也是好用 搭配牛去立場 還有灼燒 你的對手呢 他不知不覺不能動 血就一直扣不去 一直掃 滿頭問號 你看看他 他不能動啊 大中元弄完 等一下再補到弟弟王 痛死人啊 這次痛死人 你看看這個喔 兩下隨便打到8000萬 大神兩下都一點多億 痛死了 有了 有沒有看到那個黏著 既又沉默的眼花繚亂 什麼都看不清楚 我真的是有點分不太清楚了 好全身都冒火 然後不去吃素 又黏著 又扣 你的左手一直扣 都突破不去 小弟又吐一下 所以這個戰鬥畫面 解說起來是相當困難 他又黏著還有兩 雙重黏著是不是 兩個黏著 黏死了完全動不了耶 那你第一回合就玩完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個對手 他本身雖然有掛鳳凰男 但是他完全都全部都不能動嘛 有沒有都動不了 比強力叫還要黏 突然等一下深海王好像可以動 還要等一下 還要等一下 可以動 小傢伙幫忙打一下 背心大師也沒有了 沒有辦法動了 左邊的玩家深海王 但你這一集又打在閃光上面 你等於白打了 白打了 幾乎是白打了 又不能動 這小弟 所以你看看他越戰三千萬 他平了這一場 確實溫德是主要的功勞 首回合把人家定住了 整隊都沒有辦法動 去吃果凍就好啦 還打什麼呢 還有什麼看點呢 是不是 打成這樣子 當然有看點啦 這一下過去大酒也直接翻船啦 直接第一回合就翻船啦 溫德地大功 哇 這一次還在打一把大酒也 這個重殘啦 你兩千多萬一看又一個牛去立場 搭配得得宜 左邊的對手完全沒有辦法招架 他這背心大師已經被打了好多輪了 剛剛又被桌燒 好大酒也是守衛盒 黏著沾黏進 站起來 馬上是三隻 地底王再一下 這一下致命傷 如果左邊的選手應該還可以撐一下子啊 好背心大師還可以撐一下子 大酒也有回來 還來啊 還來啊 你那個大酒也在剛回來頭上又沈默 沈默完還不夠還在送你一發暈眩 大酒也沈默不能發招 另外兩隻不能動又封起來了 你一封一燒又突破不去 根本沒有辦法動 第二回合的還沒有到末端呢 才開始而已 等一下溫德還有一劑喔 那你大酒也回來了 溫德再給你一下 不得了 連大酒也又不得動了 奇普回來就完了 回來活不久 雅沙卡一發兩千萬 背心大師還有回來 回來的時機也不好 他還有地底王一下 等一下打過去 哇八千三百萬 這一場可能要打完了 沒有辦法了 撐不住了 按一下地底王 光給你桌燒就燒完了 還有還有 現一個大酒也 這一次單隻一千萬啊 再這麼厚都沒辦法撐啊 本場戰鬥 越戰 成功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帳號主人 帳號主人在左邊 他也是1.2億多的戰力 但是這一場就很明顯 就打得比較好了 並且呢 今天帳號主人 剛好沒有可以帶上地底王 這也是一個陣容啊 你也可以參考一下 多元一點比較好嘛 不過這一場是蠻懸殊啦 你看前面他有越戰三千萬 溫德有打贏嘛 這一場就沒有打贏 他的速度也比帳號主人還快 可是就扭轉情勢了 這關鍵的溫德的暈眩 淋暈到誰 也是一個重要的環節吧 我想是這樣子 最後很可惜啊 那帳號主人第2隻 都還活著 三關普攻戳了1000萬啊 哇 聖牌王也倒了 好嘍 那麼 我們明天再見了 祝福大家星期一快樂 等一下 我在說什麼啊 星期一 怎麼可能會快樂啊 這就要收回吧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大家掰掰